她是中国最美女犯人,20岁被枪毙,死前提议要求让执法人员瞬间脸红。 陶景,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名字都记忆深刻。 可以说她是新中国以来最漂亮的一位美女死刑犯,而且她才20岁。 这么一个天生励志的姑娘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使很多人觉得非常惋惜,正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很多事情在你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已经注定,而陶景选择了卖毒,她的结局可想而知。 陶景于1971年出生,云南人,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让陶景从小就缺少父母的关爱和完整的家庭,从而造就了她叛逆的性格。 上初中后就开始结交一些狐朋狗友,静默着黑。 她不仅学会了抽烟喝酒套网吧,还经常夜不归家。 之后上了高中也是如此,导致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 陶景还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姐姐已经出嫁,姐夫家里属于经济条件不错的那种。 看到贝美没考上大学,就拿了一笔钱给她创业。 后来陶景在姐夫的资助下开了一间饭廊,期间,因为陶景外貌出众,饭廊里经常有一些社会青年向其搭讪。 陶景的性格比较开放,而且她也喜欢交朋友。 很快就跟这些社会青年达成一片,生活也逐渐泛滥起来。 并在一次偶然间邂逅了掉她一生命运的男友,毒贩杨某。 以至于在后来她开始接触倒毒。 在杨某花言巧语的攻势下陶景对杨某百一百顺。 为防止陶景怀孕,杨某还让陶景到医院去上避孕工具。 最后杨某为了带毒入关,让陶景帮其带毒过境。 理由是女性身份不易引起察觉,而且杨某还与陶景约定,无论如何都不能出卖对方。 就这样,陶景第一次带毒过境就被当场抓获。 本来只要攻出杨某,就有神的机会。 但出于她的意气和感情一直不攻树上线,最终被判死刑。 在执行死刑前,陶景提出了她最后一个请求。 希望在死前能把体内的避孕工具取出,检方听到后有些吃惊。 不过也答应了她的请求,并让医生为其取出避孕工具。 最终她的最后一个愿望得到了满足。 用她的话说,这东西不属于自己,她想干干的走。 第二天,在与家属最后的诀别之时,陶景对柱类流满面的哥哥怒斥不准哭。 当中指挥面时,陶景对柱她掩埋的母亲声嘶力竭的大喊吗? 然后哭住被法景带走。 1991年10月28日,陶景在被押赴刑场前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亲爱的妈妈》五个大字。 随后被押借至云南的洪州执行枪决。 年仅二十岁的花季少女陶景就这样的死去。 陶景也成为了新中国四十多年来被处决女行犯中年纪最小的。 记忆,卖毒,死罪,你冰凉的脸上有多少无奈多少毁。 也许悲剧之所以悲就是因为只能眼睁睁看住风刀双枪把最娇美的花朵撕。 你蹲在地上横住碗,我实在难以体会。 子弹上了膛的枪口面前最后一餐断头饭。 那是什么样的滋味? 影影之差天壤之别,血沫横飞之后枪口冒入荡然的烟灰。 九泉之下,又添了一个凄美的鬼。 你那么年轻那么美,甚至让冷冰冰的枪口也为你惋惜为你醉。 唉。